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大家集結在這邊就是為了行事要提早一週 今天是5月21號 昨天是5月20號 5月20號雖然有很多的人 很多情侶在FB上面PO一些傘照 可是520更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刻 它是台灣歷屆總統的就職典禮 總統是一個國家的靈魂人物 他需要帶領我們台灣人民走向一個更好的未來 那我們要把這個未來交給誰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決定我們的未來 所以我們要回家投票 可是到底有多少人在15號這一天 可以很安心的回家投票 可以結束所有的考試跟報告 然後就直接好好的整理行李 然後回家投票呢 因為下學期的總統大 明年的總統大選在1月16號 而我們下學期的行事力排在 在最後的日期排到1月15號 那雖然乍看之下沒有衝突 但由於交通與經濟條件的不同 所以會導致會有部分的同學 甚至是說到很多的同學都沒有辦法安心的回家投票 那我們的訴求是 第一 希望學校的行政會議能夠對此事重啟討論 第二 我們要求行事力必須提前一週 讓同學們能夠安心回家投票 不用擔心說買不到票的情況發生 第三 我們要求下禮拜的行政會議能夠讓學生停案 能夠讓學生停案並且讓學生列席 還我學生全力 還我學生全力 校方不要默示 校方不要默示 還我學生全力 還我學生全力 行事力提前 校方不要默示 校方不要默示 還我學生全力 還我學生全力 校方不要默示 校方不要默示 還我學生全力 還我學生全力 行事力 行事力 要提前 要提前 行事力 行事力 要提前 要提前 保障學生政治參與 保障學生政治參與 不要校長政治判斷 不要校長政治判斷 保障學生政治參與 保障學生政治參與 不要校長政治判斷 不要校長政治判斷 不要校長政治隊 打成 學生 今天 報告 行事力 勤 這個部分做一個再度調查的動作 那到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向相關單位詢問說 是否可以有提前的日期準備 他就說 這一切都會在行政會議上做討論 那在行政會議上有學生的代表嗎 沒有 在行政會議上有把學生的意見充分表達嗎 沒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今天的整個遊行 那在這邊的話 因應這個活動 我們在事前詢問了所有行政會議代表 他是否願意向我們協助在下禮拜的行政會議上 讓提案將行事例這件事情重新討論 那在這邊二十四位代表裡面 有兩位支持 那分別是理學院的州院長 理學院的州院長 還有體育中心的讓主任 那我們感謝這兩位代表願意在行政會議上 代表 提出學生相關的提案 讓行事例這件事情重新在會議上討論 那我們也會繼續負監督的責任 讓使這兩位代表可以在會議上順利的提案 那接下來想跟大家說明 其他代表的回覆 目前的話是有收到一名代表不支持 是國際處的處長 石慧玲 那他的意見是因為他當天有出國的安排 但查他出國的安排是在行事例訂定之前就已經確定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會再繼續跟代表溝通 那其他的部分 有21位不予回覆 我們相信未來還有更多就是可以在溝通的空間 那希望這些代表都可以正式的回覆我們提案或是不提案 而不是用說責請相關的單位做處理的方式來面對他們在行政會議上有其次 那必須討論問題的這個責任 未來主要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畢竟我們現在已經是大學生了 要有就是自己判斷然後獨立思考 然後我覺得投票是憲法賦予我們基本的權利嗎 然後如果說因為學校的行政安排 這件事是可以改是可以把刑事例調整 可是卻因為這種事情然後就是妨礙了我們投票的自由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就是為自己的權益發聲這樣 國立中正大學行政會議的章程裡面規定 就是如果有學生事務相關的討論應該要邀請學生列席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幾年行政會上都沒有學生列席 這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行政會議實質討論與學生相關的議案的時候 他得邀請但他卻沒有邀請 也就是說他用這個法規再規避說 學生應該要討論進入會議討論學生事務相關決定的事實 其實我們之前在校長有約 或者是學生會方面也跟校方有很多不同的溝通方式 但是校方的回應都是認為說行政令已經既定定好了 然後很多時程已經公佈了沒有辦法做更改 但我們認為說當他們已經知道中選會公佈時程之後 但還是這樣默示學生的權益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接受他們這樣子的回覆 所以我們這次才會有這樣一連串的活動 我們的活動其實從禮拜一到禮拜三開始都在校園內宣講 然後禮拜四今天呢是我們的遊行 然後把訴求告訴學校 禮拜五明天我們會有一個儀式性的一個活動 我們會把學術自由碑維修封起來 然後為什麼有這樣子的意思呢 就是說學術自由碑是當初在福茂318運動的時候 中正大學校方承諾他覺得非常支持 學生可以參與公共事務 但是面對總統大選立委大選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卻跳票了 他並沒有兌現他的承諾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學術自由 他現在岌岌可危 所以我們會把它封起來 再來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會夜宿行政大樓 禮拜一決戰行政會議這樣子 三苦恨 螞蟻 大碗 北光 八 八 八